胜率很高 因为左边的阵容其实处理不了一个发育非常好的依泽瑞 但是你的对线本身对抗潘森跟寒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一旦你初期下路就吃了亏的话 那么潘森再去把其他路游一下 那其实这个阵容是比较容易崩盘的 其实这把真的前中期不好打 苏宁这个阵容选出来前中期就非常难度过 它没有太多的节奏英手 然后再加上DWG一个阵容三条线的对线其实都蛮舒服的 那所以苏宁就是要撑过前中期 然后过度一个中后期的打团 而且还有一个很难受的点就是你胜选出来 一旦初期没有节奏 那么你刷野的效率也是不如对面高的 对 而且骚芬那天的胜其实可以看出来 他除了前期的两波Gank以后 他在中后期是一度有一点点迷失的 所以胜这个英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前期的第一波大招 第二波大招没做到事 那一个英雄可能就后面没用了 但怎么说呢 苏宁他们一路以这样的打法来到了最后的决赛 他们一定是信任这套打法的 并且他们在中前期经常能够打出一些出乎我们意料的操作 或者说发起的一些进攻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第一场这么关键的局能拿出这样的BP 我还是相信他们的 我留另外的观点就是对苏宁来说可能服也吧 我就会有一点点像是当时 如果说我们说舌舌在打预言家那个过程当中 预言家要想办法抓到舌舌的动向 那今天舌舌同样要想办法抓到Burial的一个动向 是的 这边比赛已经开始了 现场的观众已经有一年没有在现场看过如此顶级的较量了 不要吝啬你们的热情好吧 是的 待会儿不论是苏宁还是DWG能打出精彩的发挥 能打出漂亮的操作的时候 希望观众能给他们一些欢呼 没错 来享受这一场每年一次的决赛吧 是的 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到两边好像没有一个一级团的一个动作 这一向来他还比较好 如果真打一级团的话 大家已经享受起来了 那看一下一级的站位 两边的眼位好像也没有入侵啊 苏宁这边还是比较害怕对面走进来的 你从他的眼位的一个步子来看 是的 其实前中期我感觉苏宁这个阵容 他们会放很多的地图资源 但是要撑到沙皇跟猴子能打团 中期那一波 上校这里给出的我觉得还比较合理的 就中期那一波一定要打出优势 25分钟以后吧 这边 这里南向上半区开要往下刷 那其实苏宁的下路要顶住压力才行 这里也大概知道对方的一个开业路线了 下路先上线推 这边有点难受 要被卡一下 因为本来初期对线的强度上 JRC这里要占点优势 阿宁好凶啊 阿宁利用猴子一级的一个特性先打一波 但是牛宝这边一级是选了一个W 对吧 他直接上去打了一个EC 阿宁这边上线就开始点兵的话 代表他这波线是要直接前推的 是的 因为两边打野路线的一个差异吧 苏宁他是会在3G之后辐射到一个上半区 对 而看见的话可能是要往下路走 其实DW第一把的BP他们的意图真的很明显 今天好像就要是把Ghost的这一路 然后通过下路能解放掉BARRIEL 让BARRIEL去带节奏 哇 上来以后 Ghost的跟BARRIEL打得就非常的凶 韩濱跟潘森这个对线压力 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对 但这波线推进来就还好 而中路这里沙皇 再会星 初期会稍微的小压一波线 所以渗往上半区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猴子也在压线 中路也在压线 但是这里要小心一点 潘森里波游走 杀了杀了 安德这波反应很快 这就是BARRIEL有点骗劲的感觉 就他在骗左侧 你觉得南枪有没有在左边 是的 因为如果散剑踩的话 安德那波不交技能 不拉位子被散剑踩到 南枪在旁边一套伤弄下去 安德可能就没办法对线 就得交踢了 但是从刷野的方向来看 那一波南枪不太可能在上半区 就他刷上半部三个野 然后直接上来 就来左边 但你看这个时间 南枪就把下面刷到 只是石头人了 就打一个心理博弈 但安德那边也是稳住 没有看到一攀升就直接交技能 对 没有急 其实这个BO5真的最重要的 就是限制住对方辅助的游走 没错 Vera这名选手 他的游走timing 真的每次都太好了 是 现在慎也是把自己的野区刷完 然后去刷河蟹 这波河蟹应该是有的 两边初期的刷也非常的平衡 每个人刷了各一半野区 镜向开局 镜向开局 但是下落冰线进塔多不多 这边南枪的位置 选到了回家 应该是挺难跃的 因为换风那边还有个治疗 治疗加铁燃 主要是看血量 其实下落双人组 血量保持得不错 血量不错状态 双招也全在的话 我觉得当晚这么早的一个3月2 还是不太可能执行 主要八条也是被沙皇刚 是推陷的一个情况 这波还要来一个反打 因为刚才这里是去游走 所以说看这个等级是落后了一级 双三打一个三二 是的 所以想尝试一波 八条第一波的TP已经交了 回家做了一个女生之类 嗯 他们这一把就是想把节奏 往慢里拖呀 还是想看Berry这个点续带节奏吧 是的 这一把感觉哪一条线都可以出事 但是一定下路不能出事啊 韩兵跟双三这两个英雄 是DW前期的节奏核心 对 如果下路出事 把他们俩解放出来 其实苏宁中期会有点难顶 可能没有办法成功过渡到 自己这里猴子加圣的 或是参团的时间 哎呦 这一波好痛 哦 这一波有点难受 就打了一个湖面 再A一下 看一下 看下一条一刀 其实可以回了 这一波可以回了 交TP了 嗯 但这个位置 我感觉牛宝可能会过来Q一下 没有 其实拿头子打奥恩 还真的蛮有勇气的啊 是的 不回了 这个对阵跟杰斯不同了 就是因为 嗯 记得打杰斯那一把 三六走 其实你可以换血 打野来有机会 杀单车奥恩你连换血都换不动 对 这波走位离开 这波现在推完应该该回了 因为发敲刚才 已经是回家做过装备了 嗯 这波是南枪去抢河道事业的一波 哎呦 这个照到了 骚芬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看到骚芬的位置以后 南枪直接选择了打小龙 第一条小龙已经没了 对 但这个是我觉得在BP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的啊 DW在出现的节奏 要比苏宁领先一些 韩冰加潘森的一个下落 再配合南枪的一个打野 嗯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发桥回家 比安德尔回的早 那就意味着 他在这段时间 是对下半部的河道 有辐射的 是的 那你一个沙皇没有状态 你肯定是帮不了这条小龙的 哎 你下落对线本来就不好打嘛 所以这条小龙让掉 也是合情合理 还要看这条先锋啊 下个节奏点 可能就是个先锋 但这个先锋的时候 苏宁其实是可以打正面团战的 先锋一直在刷 他马上就回到了六级 先锋还是要看 这个女坦跟潘森两个的位置 想抓上 这波女坦已经直接往上游了 这波有没有机会 一个真眼发现没有视野 并且在河道处也没有视野 不过这边牛宝非常的小心啊 因为自己 队友刚刚在下半步吃完一条龙 上路这时候是必会说 往后说的 对 这一波很有经验 整个当晚对于目标物的一致性 各个线太 发挥的太好了 时间连卡的都是恰到好 我觉得他们很协调 5分10秒那一波辅助的 飞炮车线游走过来 然后八条先顶一波 虽然他是先交进 但他自己又回家 第二次走路上线 其实他跟Android现在的一个发育是持平 甚至有点小领先 对 补刀稍微领先了一些 而且这边眼泪布得也很好啊 直接是看到了 过来先打一个这个河蟹 我觉得Android是刻意留了一个这个TP 就是不强压发条游 看这个TP能不能去帮助到自己 待会下路 有可能会被当晚找到一波机会去报价 这波刷完蛤蟆的话 应该是可以到6级 因为SOPH这边刷野的效率其实还不错 45刀并没有被落下 就看他刀流以后第一波的节奏了 打了个甲猴 上路三把长剑揣在手 三刀流 但这一波其实你要真要打先锋团的话 感觉也没那么好操作 然后下路还是被推 对 辅助差不多这波 7分10秒的兵线打完就可以准备动了 是 但其实你说真的 DWG这个时候敢去约我倒不这么想 因为毕竟圣已经到6级了 对 这个时候你再踢跃的话 圣的大招会达成反制效果的 我觉得苏宁可以尝试利用圣的这个第一个大招 比如说下路直接 或者是 找一个对面辅助比较激进的一个走位的一个机会 是的 这个平线不能让对方这么容易的去顶进去 但是DWG这边下路两个人双招都在 而且寒冰带的还是一个净化 所以你想去下路简单的开启团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7分10秒 又来了 Berry的习惯游走的timing 现在他要往上路靠了 就看这个先锋团的视野能不能控制起来 这边视野已经是看到牛宝在三角草放了视野的 那就再往过走 这个先锋团对于苏宁来说非常的重要 是的 如果初期这波先锋团没打好的话 那就真的一点节奏都没了 Berry回家又是做了一轮的视野 买了两个真眼车 是的 但是这波好像取消了回程 他已经在往上路炮了 那Berry他现在的timing是领先于舍舌的 等于说DWG现在在打这条先锋团的话 有一个辅助的领先 这个对于苏宁来说是挺不利的 这波下路还没有动啊 感觉是想动下路的寒冰 但因为日女没有下路没有这波机会 那这个先锋要让了 Berry这名选手他对于这种游走的时机 把握的真的是太好了 还在蹲 还在蹲 Ghost非常小心 但其实他离六级还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他对面是进化其实挺难的 你看到DWG打小龙打先锋的时候 他们的上下两路都会非常的谨慎 是 对吧 包含中路对于兵线的掌控也是非常到位的 就不会因为我要去拿一个地图资源 而让其他的线吃亏 是 就对方的野斧在动的时候啊 他们的单线英雄都很谨慎 你知道你们要主要是刚刚是要注意小地图 因为一直没有给中路镜头 但Showmaker的处理是非常棒 他是每一波线先顶 但他一直保持在一个沙皇 不能主动开他的一个距离 因为对于苏宁来说 他们要阻止这个峡谷前锋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在对面打峡谷前锋 交战前把八条的技能给逼出来 那这波苏宁就能接 是 但方向这边离得很远 你只能看到我的球 你看不到我的人 是 前面的几波到目前为止 前十分钟 DWG处理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看整体经济 就初期丢了这些资源嘛 苏宁可能还在等他们整体阵容 能够打的时间点 苏宁这个阵容确实前期会比较被动 对 也只能等待双C 或者说猴子的一个发育 现在好像也是升到6G之后 可能DWG他们也不太敢轻易地做尝试干渴 是 而且刚才上枪其实给出的这种曲线是比较合理的 大概25分钟左右 EZ可能那个时候有个两件半三件套 那么苏宁正面打一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对DWG后排双C的入侵 其实它有闪现都是很难防的 现在压力应该好像在SOW2的身上 能不能 而且RV对线对的真不错 是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这个小龙掉的有点太快了 他现在十分钟已经是要拿第二条小龙了 是的 等于说这个小龙魂 看现在这一波骚人来上 但这两个人有一个日盐扫描过去 直接开大达被顶掉 而且阿兵这个水量太低了 第二个 这边是要顶大招了 嘲讽一下不让他大招顶出来 好 这边配合得非常好 牛宝这边有点难受 有机会 有机会 小心啊 漂亮 骚分 骚分对于上路的保护啊真的是太到位了 但是这个小龙肯定是要掉的 因为你的打业已经出现在上路了 而且两边把他招 这个上单把他招都用掉了 拿到了一血 但是前两下的小龙跟先锋 都被D拿不去控住 是 那现在还可以接受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肾还有大 如果这时候拿完龙 当玩gaming想滚中下放傻骨先锋的话 想跃的话 肾是有大可以支援的 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这个时候牛宝也没想着跑了 它是用W顶到第一轮大招的击飞 其实他第一时间还是想着想操作一下 对 但是后面一个嘲讽将二轮大招的击飞 所以让他根本没有办法顶裤羊 这一波交个闪现是保险一点 是 怕那个剑阵的持续时间 没有办法躲掉那个敲一碎的品A 是的 打得非常的精彩 那这边听大家 双十一上苏宁易购 为LPL战队加油 这把是一个火龙魂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帮上路挺合理的 因为如果猴子肥了 那DWG的双C在团战里面是很怕这个猴子的 是 所以帮猴子把他的装备建立起来 这一波在骨刀本来就没有落后的情况之下 又达到了一个助攻 上路的日子应该是好过起来了 是 但比较可惜就是杜城只吃了一层 应该是因为前面杀人的时候 那个兵线没有 不是前顶线 所以才有机会抓奥文 所以后面只吃了一层杜城 然后八条是交TP上去 防守了这个上路的一个杜城的一个线路 这一波回家直接提安马特 然后加上这要出三项 针对你后排的腿皮 装备起的挺快的 挺快的 而且他现在出这个天马特以后就 我不管我就刷线 对吧 我把我的装备刷起来 然后打团队的后排有威胁就行了 是 主要我可以推线了 是 现在其实要看什么 我觉得要看 左边拿到这个峡谷先锋 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 就是现在变成是 苏宁整合防守 当晚的这条峡谷先锋的进攻 只要拖 看一下这个峡谷先锋怎么去防 现在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 拿到这个峡谷先锋 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 就是现在变成是 苏宁整合防守 当晚的这条峡谷先锋的进攻 对 只要拖 看一下这个峡谷先锋怎么去防 现在已经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了 对 现在苏宁首先是要守住这波先锋 然后可能就是要接这波龙魂团 而且苏宁初级守得不错 因为三条线的镀层 都是没怎么掉的 只掉了一层 对 只掉了一层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两边都是只掉了一层 而且这里如果你中路想强行放的话 那基本上沙皇守线 这个先锋也就一头的壮命了 对 撞一头吧 撞一头 但是撞一头这边守得不错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 这个你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对 过来想补量下 两层不层 其实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现在两边还是咬的挺死的 DW控到了两条小龙 但是苏宁的话 也在慢慢等待自己阵容成型 而且两边的节奏咬的也很死 上路过来打一套 甲猴交出来 时间快大了 但这波的话 阿兵自己的血量有点低 不过身还有个大的 这个咬 草腰没有壮大 有点急了 但是旁边男枪来了 这个时候还是要溜 圣的大招直接保护了阿兵 但这一波上的 打出了一个奥恩的闪现 也不亏 我觉得也不亏 但是也不转 也不转 因为这个圣的大招 如果你只用来防守的话 其实是挺被动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圣没大招的这段时间 DW就可以动 这个其他线的一手了 但是其他线 想想看先手靠谁 可能要小心一下这个艾西了 主要还是韩冰跟潘森 对 要小心这个艾西的联动 肾没大招这段时间 周囊就这里要小心啊 一定要小心 来了 小心 但是女胎继续过来 支撑反正定住了这边的盘三 依然这里的伤害 能不能给人到 杀魂有PB 拿鬼已经来了 这边舍船可能要被败了 一个大招 管他在盾上 TP是被打断了 这里杀魂有TP被打断了 治疗也被逼了出来 拿鬼这里还要追一下 换风应该是没有生命之忧的 这一波有点可惜 不过我感觉反正已经很好了 而且刚才打断TP 应该是帮着生命危险去打断的 还比是拿了两层肚层 还可以 这一波我觉得 付出的代价还算是可以接受 还真的可以接受 看一下这里TP是发条 应该是帮着生命危险过来打断的 对 还可以接受 下路死了个辅助 辅助的闪现还在 刚才我感觉 我感觉就是舍舌的反应很快 因为刚才大招直接射到了伊泽以后 如果没有这边过来帮忙控一下 也还行 其实拉得挺远 对 换风的鞋拉得很漂亮 对 拉得很漂亮 这一排人的问题就是 剩没大招的时候 D打RG肯定会找肚子打团的 是的 但比较可惜的就是 刚才虾黄没有下来 如果刚才虾黄能够重复下来的话 感觉这一波应该是至少换个头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换风这波是失误了 就是包含了他一开始 他是交完闪现还被射到 对 以及他拉的那个位置 他的治疗给不到收耀的 所以收耀的等于少了一点点的血量 是 他不能上去再给 因为再上去再给 可能自己又会比较危险 他没有位移了 然后他的大招拉的时间 又刚好跟潘森的一技能的 神佑枪阵是重叠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操作上面是有一些 那这条小龙可能要没了 换风没双招 然后肾没大招 猴子没七匹 这个小龙 可能要等第四条小龙了 拿得太快了 这个小龙拿得太快了 现在对于苏宁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这边选择了换先锋 换先锋如果换到是绝对接受 还可以接受 这边我们快把猴子换到下路 双人组是走到上吗 女坛先往下走一点 让阿斌下路去扛扛塔 对 这魔女坛还是得过来保一下 过来拿一下这个先锋 那基本上先锋是有了 苏宁前期的资源交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拿这个先锋 换一下待会儿能不能先撞一头 这个一缺塔应该是有办法的 因为上路的防御塔 血量已经不多了 但是 就有点把自己逼到了最后一波的那种感觉 小龙 这看起来好像是没时间了 那苏宁是应该要让了 看这个先锋要不要直接撞 看下中上放哪条线 小地图的拼点应该是要给沙皇吃这个一鞋塔 那就是要拼上路了 因为上路刚才推了一大波线 这个塔是可以直接推掉的 给沙皇补一口 前期苏宁也是没什么失误啊 两边前期都是零失误 是 因为阵容的问题 DW就拿到了前期所有的地图资源 上路这个防御塔选拳一半 要放吗 其实可以A掉的 因为没有人来 沙皇A的还是很快的 那伊雪坦应该是有了 有了 可以留着撞中 下路要小心 猴子这边上了直接开打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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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嘲讽 打谁鹰舞带 狐狸带 还没走掉吗 小櫻花 差一下 其实这里南枪来的刚好比较及时 如果没有南枪的话 这一波两人配合 应该是可以完成双杀了 可惜日女的到位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 是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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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变得了 左边双火double kill 漂亮 这一波Sophon的一个剑阵一拉 就有了 这一波结构很舒服啊 主要Kennyan这波 说实话 他太自信了 他有散见副交 他被指导基本上就是闭死了 因为圣其实带强弓 他那个剑阵拉过来 三下是很痛的 是的 而且圣这一波肥了之后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的剑塔回放 首先让RBA在队友的配合之下 直接选择了异常去开启大招 闪现再给一个第二段的大招 漂亮 进到两个 但这个烟雾弹 其实这第一时间 让Sophon跟阿兵很难受 是的 但是第二时间 Sophon很冷静 他等舍过来 而且他这个剑 刮到了南枪 哎 剑减速到了 天井之刃超长了一个距离 直接接上了一个QR的控制 再配合嘲讽 而这个时候Ghost 也感觉跑不掉了 超不掉了 真漂亮这一波打的 就刚刚如果没有那个烟雾弹 阿兵的闪现应该是想让猴子 就他自己带到圣 可以直接嘲讽到韩兵的距离 对 因为被烟雾弹罩住了 没视野了 所以Sophon 他交一级的如果空潮 那第一时间 Sophon就是一起陪葬 所以我觉得Sophon第一时间 的选择是很聪明的 他等着第二时间 然后再配合蛇蛇去打 哎那这样 哎这里又是直接射到了 结果得非常不够双张 又双张 先交一个治疗 蛇蛇顶一下 没问题 这波位置换得很漂亮 对 其实现在就等什么 就等下一波的龙魂团 我觉得下一波龙魂团 苏宁现在已经是可以打了 绝对可以打的 甚至不占劣势 甚至没有劣势 嗯 因为现在圣跟猴子的战斗力很强 对 啊其实我们看到牛宝 哎 这个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 牛宝现在还没到13级 他的等级时间是比猴子落后的 苏宁如果第四条对方听牌龙虎要打的话 就是自己要主动枪打淘宝的时候就直接主动Rush 他们应该会这样去做的 还是像刚那样 就是圣跟猴子进场 大招拉他手说 应该是不敢上了 特别有圣 然后有沙黄 这个反手的大招也是劝退 对 而且小龙的时间还比较长 所以问题不大 下一波龙魂团 是关键 哎呦 阿宁这边还要继续的发育 阿宁没闪 但是Ghost跟那个Barrier都是有闪 你看DW5个人全部有闪 是的 这波猴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去突进后排 这波的话 肯定要看一些灵性的绕后了 对 感觉还有想法吗 因为骚魂大招马上好了 应该是要看这个蓝BUFF重生的一个时间 是的 哎 直接当着脸 中路给压力有蓝丑 不然回不去 打断一下 先躲一头再说 八条正在收 猴子会被上去牵 没有对面蓝枪的一个位置 不敢 沙黄就下路带线了 这波沙黄下路的塔 有没有机会 明显不够多 加打野心 对书您来说 想法老大 Android这边有额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 对 而且这一波他身上是有秒表的 应该是已经做好了打轮合团的准备 就看下一波团战了 换风的摩切也做了出来 不让你过去 要把下路的防御塔先拔掉 苏宁这把的资源置换做的真的很好 很好 就是对方拿小龙 我拿先锋 然后对方推塔 我这边也可以在另外一条线把塔推掉 而且其实讲道理来说的话 本来DW这个阵容 中山七就应该占据整个战场的主动的 但是苏宁换下来 其实是没有吃亏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小龙处 包括下半部的视野 现在全是苏宁的红色的眼睛 没错提前把下路视野就已经不好了 所以接下来DW想要反清视野会变得比较困难 对 这条小龙就是关键了 对 40秒之前 现在Norgary身上就算有钱 他也不太好找到时间回去把自己的深渊给合出来 他13级还是少了一个大小龙 苏宁现在已经64了 这一波回家应该是有冰拳了 是的 而安德尔直接将GP过来 就是要把冰线先推了 然后我们先占一个龙坑的位置 这边视野上DW完全占不到优势 使说已经过来 还够深入了 但是要小心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小心的 在自己身上没有一个眼 而且左边这里 还是放了一个真眼来排掉了 这一波牛宝应该是到不了13的吧 牛宝在上路 到了13级 13级的牛宝 相信已经进化了自己的日盐 回家属深渊 深渊应该有了 应该是有的 但是这波苏宁的话 已经是把龙坑的位置占了 可以先抓龙 先抓龙 这时候先抓龙 沙皇没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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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 还是要打这波龙坑团 很关键 两边的胜率我觉得非常接近 很接近 但这波的话 EZ包括一个沙皇 先拉出来 这个位置是没有被发现的 但是猴子的位置 DWC也在找 小米不敢轻易向前 猴子闪现马上好了 要把猴子闪现 好像是有一个想法 但猴子也找到了猴子 Berry这个位置自己也很危险 今天看大招出来了 Berry又没血了 这边再加了 有1技能 上回 闪现走大招 EZ打招拉了 但这边的话猴子也阵亡 这波的话 小心换不到位置 闪现 看见里面的位置 这一波没打好啊 这一波很危险 能把EZ刷起来吗 EZ打不太过了 他换一个看下 3月没换掉 但正面这场沙皇 沙皇跟女塔还活着 但这波的话 终于打不了了 我这一波第一时间 其实就没有处理好 因为剩下大招 如果再早一点给的话 其实可能会 其实可能会 还有机会 沙皇还有大招 有大招 这一波能不能够 创造一些奇迹 在大家似的情况之下 能操作 沙皇那边要退 我看到沙皇那边要退 有没有体会 身朝粉到 沙皇那边有没有招表 沙皇被秒了 换了一个 但是手上里面可能要死 这一波血 伤害不太够了 伤害不太够了 但是这边TP回来 又是阿兵 还是要守着一个龙 但是阿兵 可能自己也要没了 被控制到了 这一波宗尼打得太伤了 其实就是第一波上的时候 打一个潘森 我觉得 盛大招也没给好 嘲讽也没有给好 这一波其实是有机会的 再加上火龙魂落到DWG手中 这一波真的很伤 而第一时间 其实阿兵没闪的 如果第二时间 让阿兵带闪线进场 他就不会打这个潘森了 这个潘森就是过来卖的 他这个一级能抵挡了太多的伤害了 这一波我感觉苏尼打得有点太着急了 有点着急了 而且他们其实是可以在正面稍微拉扯一下的 因为EZ 其实刚才为了去补掉这个潘森 拉到了自己 把自己拉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上 主要南枪近脸了 南枪贴脸的话 EZ也打不过他 然后搜本的那个嘲讽其实位置也没有潮好 他没有潮到南枪 他潮到了一个正在开风向言行的一个奥恩 就是这一波上演的配合没有配合好 是 但是局面虽然被拿到了火龙魂 但还可以打 因为现在经济上其实没有太大的落后 这波我觉得火龙魂还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是中路的showmaker这波直接起飞了 他刚刚打这波团之前是小面具 他身上应该有一大堆钱没有花 其实对面双C这一波打飞了 对 对面双C这一波打完之后 装备都是大更新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Ghost这波团打完了他还有闪现 对 这个AiC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是很难去处理到他的 因为猴子刚刚的技能是全部去绞在了Burial身上 对吧 所以韩冰刚那波团是无压力的在出出的 可能刚才阿斌的想法也是我先秒一个 正面形成无打负 但是潘森这个E技能实在是造成了太多的麻烦了 这个就是Burial这批选手最恐怖的一个地方 他玩这种辅助是永远不怕死的 稍分用过E技能以后 Ghost也在找机会 一发魔法水几件是空掉了 从长计议吧 从长计议吧 从长计议 肯定要等大龙和远古龙了 这边也是Soft 亮了自己之前战队的对标 现在当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势期 优势了 好 孩子特技闪 好感啊 就如果刚刚那个位置配移到的话要出事的 是 是的 是的 对 现在当晚 但他们自己应该也感觉到经济的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主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开大龙 对于当晚来说应该也是比较困难的 嗯 这段时间先稳住吧 等一下 对 等一波下一波的远古龙跟这个大龙团 是的 阿斌有想法 但奥文就在韩冰的一个旁边 还是第二件直接做了死武 阿斌 我觉得还是要上野有一波好的配合才行 过来开始排大龙出的视野 还是会给一个比较大的大龙压力啊 还是会给一个比较大的大龙压力啊 但剩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能跟着猴子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边线的事情 但是他对于大龙的一个防守来说并不会因此而逊于下风 嗯 Showmake的下一波大龙团的闪现也会好 现在两边都在争夺大龙树的一个视野 嗯 而且我觉得DWG其实这支队伍比较恐怖的一点 这个辈子的事物相对较少 有没有机会是三分一上来的呀 三分没有嘲讽 是的 还是不太行 因为对方你看男枪 哇这边的视野好快 潘森直接靠到视野第一时间大阵就放得下来 对 南枪潘森艾希都在附近 没错 因为打到26分钟这个大荒星雨的用处本身就没有那么的多了 是的 是的 保一手 当然在这里还是在持续的发育 而且换换的装备也在稳步的提升 正面团战上装备是没有差距的其实 我觉得打团还是要换风发挥伊哲瑞尔这个英雄的特性 对 其实就是两边都打切后排 我觉得苏妮是肯定会挺带 对面的后排其实很容易被猴子跟圣击杀 但是你看 但是你看刚才火龙魂那一波 其实DWG不会把自己的后排让出来的 潘森会去也去找你猴子的位置 所以那一波就是问题的关键 苏妮是把所有技能交给潘森了 对 所以下一波一定要打一个猴子跟圣的一个绕后 不能把技能交给对方像潘森啊奥恩这种英雄 而且我觉得当晚刚那一波就是火龙团打的特别好地方 他们选择战斗的位置 就是你们还记得到 这个位置很危险 这个位置很危险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不过有闪现有了操作空间吗 先是一个 走开 漂亮 队友的大招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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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来了 射来了超猛刀 超猛刀 漂亮了 两张看见 射不到 后面能不能及时的追击 但是不要小心 大招拉空了 大招拉空了 拿回这边应该是黑手 但是旁边人 女团来了 女团来了 不能留人 手没可 手没可 手没可有闪 这波要等一下 阿兵满状态TP回来 手伸 你得大招拉 想看几个机身 女团把他手给到了 发脚抖不掉了 女团也没踩过来 拿过一分秒了 射到死了 这一波一换死 这一波打得太完美了 直接转大龙 这一波可以转大龙 这一波支援太漂亮了 直接阿兵回家以后TP到 女团给到新鲜的仰威之上 我觉得阿兵 完成了一波完美的追击 阿兵的操作太帅了 他的W跟E跟闪现 躲了对方所有的技能 而且他是站在了南枪的烟雾弹里面 对 但是我们可以说阿兵这样的选手 他就有些时候 因为他的激进而判断失误 但是他不会去阻止他下一波大展的操作 没错 不会因为一次的结果 而对自己的选择产生动摇 这一波打完完全盘活了 900血400血删打了 大龙 圆古龙还有30几码刷新 这一波可以回来补体 而且对方的双C没有闪现 他们打到了 想要是可以打一波吗 打不死 打不死 这边有一定的输出 想骗技能 别动气 别动气 还在这里把针眼拆掉了 这一波要赶紧回家 因为圆古龙是不能丢的 他们可能不回了 他们应该不回了 没时间回了 这边打打野怪回归雪 看一下技能 当他这里的大招还差一点时间 这波是可以打的 对方双C没闪现 猴子是有大招的 而且猴子这一波回家以后 又补出了一个秒表 他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 接入对手后排 只要你的双C没闪现 阿兵就有发挥的空间 而且安周不知不觉 也是拿到了三个人头 他现在的装备很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中路的装备对比 竞技反超 竞技反超 先把视野排掉 这一波远古龙 如果能拿下的话 感觉这一把就可以 反过来了 这波还是要看 换风的一个发挥 他刚补出了一个水影世代 是的 EZ应该不会死 有双招有闪现 有这个水影的EZ 而且DW这里 除了潘森和南车之外 其他人也没有闪现 主要要看猴子招候的位置 我们看猴子现在下落 猴子下落在线 这个时候是暴露在视野之内的 可以用大龙buff先带一段 没问题的 这里先把你的人逼回来 潘森就想过来找猴子 剩有大招 猴子有大招 这一段不能被开 EZ在拿红 EZ在拿红buff 这边也不着急 先找到一个回家的机会 很严谨 这个大招是刮一下 抢中路的线 对 沈又回家做了一个 猴子也回家了 猴子这波回家的做出什么呢 猴子没有 又来了 这波猴子没踢平是不能回的 还是用大龙buff先把兵线带一带 把兵线送进去 并且要小心自己可能会被抓 是 下落的兵线现在是苏尼最大的一个优势 是的 而且下落的兵线也是大网过推的 那在这里双方已经纠缠了将近一分钟 是 但当王爷打得很聪明 他们知道这波如果打 然后在大龙buff还持续的时间内 被苏尼拿下一个双轮会的话 他们可能就要直接推了 他们也在拖 他们也在拖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要拖掉苏尼现在阵容的强势期 是的 可以继续带展现下落的兵线 对方是没有去防守这个意思的 但是野区里面的视野不够多 所以猴子不敢带着深入 我觉得 沙皇跟圣可以先拉着打了 我觉得可以先拉着打了 你可以打了 奥恩出现在在线上 这波可能直接开动了 把龙给拉出来 沙皇可以跟伊队先动 冻出来 伊队还是在红线 伊队来了正面 这波可以选择转 伊队打得很快 打得很快 猴子的位置 猴子在往后找 猴子可以先避下对方的后盘 但是视野没看到了 犯网和叶建些 一队闪线被挡出 可以 远古龙的战争 但这一波糟糕怎么办呀 糟糕给他开了一个Q 还有机会吗 没有了 四换二 但是拿到了远古龙 但是这个远古龙能创造的价值 其实相对较少 因为损失太多人了 幻风有一个远古龙buff 这一波收尾克打得好 他把球拉在了猴子进场的位置 他拉断了阿兵第一时间的进场 没错 如果那一波阿兵能够完美进场 两段而转出来的话 后排是活不了的 绝对是亏的 因为这一波打之前 当晚的发条是没有死亡之帽子 这波其实是苏宁的强势机被拖过去了 这波有质量 空了个Q 要小心 空了个W 就死了 这波被秀了 他技能全空了 秀妹克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抵挡住了苏宁的这波远古龙的进攻 也就是说这波其实大龙在远古龙 全没了 苏宁没干到什么事情 这波DW的操作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波技能很nice 他直接指到了ghost 但是他有一个进化 而且这个大招拉的太关键了 这个大招拉的真的太关键了 主要是苏宁其他三个人还在打龙 但是辅助跟上单已经进场了 而且这一波没有选择果断卖啊 好 但这把打得真的好精彩啊 是的 南枪过来 但是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嘲讽了 他这个烟雾弹真的每次都很关键 是 这烟雾弹让沙皇最后那一下平A A就没有A出来 只要A摔两下 其实南枪是必死的 因为毕竟有远古龙buff嘛 那现在随着EC的阵王好像是全都没有远古龙buff了 都没有了 现在又要一切归零 然后等下一波的大龙跟远古龙了 现在其实苏宁的阵容还有一些机会 当左边我觉得 哎呦 这里 你左边的双C吧 闪现好了 对 闪现好了以后其实就不太好切了 看下一波的反弹 但阿咪也有闪现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互换后排 我觉得苏宁还是好打的 是的 但是这两波DW对后排的保护很到位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SOPEN的大招 他的目标选择 因为像刚刚那个位置是SOPEN找到一个机会 但其实那时候阿兵还没有就位 因为阿兵没闪 然后因为日女单子进去的话 SOPEN的大招应该是套给了SOPEN的 所以变成了 猴子没有了肾的一个争议 带肾进去 当然那个位置肾进去也有个问题就是 那远古巨龙怎么办 对 所以刚才可能是想找到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但后来发现前后排没成的时候 就选择了强行先把龙打掉再说 但当往的处理也很好 就是他知道龙没了 但他要把你拿到龙总的人 剩序的人给处理掉 是的 现在要限制一下对方发桥这个点了 这把我感觉SOPEN的手感太火热了 哎 这里猴子是国家做出了全哥 我觉得这把还没有结束 现在虽然DWP上有优势 但整个的局面我觉得可能是个7-3开吧 我觉得没有那么大 感觉现在挺接近的说实话 对吧 我觉得挺接近 可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左边的阵容 你再往后打 其实左边阵容的整体性 只要抱起团来 保护好后排 那苏宁这边 他只有一个杀手箭就是先后排 其次就是远古龙 不是远古龙 是那个龙魂 对吧 龙魂的加持 其实会给他们的胜率加一点 现在主要就是落后一个龙魂吧 是的 女坦直接被秒了 我的天 看见这边被大龙打成一个半血 但是女坦没了 少一个前排 而且现在大招也交掉了 这个时候 不过南枪的状态也不好 正面拖吧 但这段时间可能DW会找机会 中年这段时间要小心 是的 而且换封闪现跟治疗还没转好 沙皇这一把的话 也打得比较的稳 现在把这个路口先站住 对方可能要拿这个大龙做勾引 又坐了上来 遭分对方肯定是打不死的 当晚在等Kanian的一个闪现 但这个闪现其实还比较久 太大了 直接打的话 他看到分秒打野了 已经打了 十几秒的一个虎魂时间 沙皇这一波是没精神的 想过去打 这波是拉得出来 阿兵的位置卡得还不错 遭分怎么说 要机会 大龙已经没了 但后面能不能把团队开起来 好像也不太行 主要是安德鲁没精神 是的 不太好进场 那这波因为辅助的阵亡 DWG是利用一个人数的优势 拿下了大龙 现在中路这个塔 对方守得好死 但是五分钟 才被苏宁推掉 现在发条的伤害 苏宁这边没有人可以吃得起 苏宁这边没有人可以吃得起 苏宁就女毯已经那么肉了 但是面对发条跟男枪的一波 根本扛不住 对 发条刚才是把那本杀人书 在腿条之后直接卖掉 然后后续装备 大面具加上法穿 它现在的爆发能力非常强 舍得这个装备里面 它少见的日女没有去出一个 就是绑甲 绑甲 对吧 所以还是挺脆的 看这波圆古龙吧 现在就是那个分钟 发条的装备太好了 他自从那波小龙他打完之后 他的装备一直在成长 感觉圆古龙是苏宁这边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机会了 两边打野的等级是一模一样 这边DWG有阵容的主动性 所以先过来做视野 不过何刀谢是苏宁这里掌控的 装备上 其实真的这一把 我觉得就是高手之间的对局 两边的经济一直没有拉开 这场打真的很精彩 是的 两边觉得都在找机会 抓对方的机会 这一波团战是两边 技能全部都齐的情况下来打一波 决一始战了 对 猴子跟沙皇 这一波团战决定的东西就太多了 猴子跟沙皇被视野看到了 这边又是看到了这个辅助 没有胃口 真的是给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他一直在冰房猴子 现在的话 一定还没有破甲装 所以感觉打奥恩还是比较慢的 对 奥恩现在还是挺重 这边是依靠的大路马虎 中二塔全球磨掉了 猴子的位置又是被看到 这边的视野布置也非常好 直接抓了下来 直接抓了 猴子直接开大招 这波没大招 远古龙就比较难受了 猴子没大招 远古龙甚至 都打不了了 远古龙直接把这个远古龙要抓了 OK 这里 不能来接了 远古龙已经没了 还要打吗 那这一波直接被融化 直接溜网卖了 溜了溜了 剩给了一个大招 一键没有射到 还可以 还有羊 羊这边撞到一个EZ 这个时候能跑几个跑几个 王伊丁的话 你应该不搭 但是手伤 手伤没了 哇 DWG打这种 绝狂打得好利索 就是一点都不托尼带水 是的 沙皇选择了直接TP回家 来守一下二塔 这个时候猴子只能去带了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沙皇的手长特性 来守一下冰线吧 但总体来说 苏宁现在的劣势已经越来越大了 这波可能要被一波啊 是的 很危险的 大龙剩7秒钟 手机力吧 手梅牙 因为这个奥文现在有点肉的 沙本这个位置 见证偏一下技能 奥文的羊还没有好 这边只要杀谱在这边应该是能轻线的 把线轻掉 猴子的大招还差一点 要在猴子的大招可能才能反打 我觉得反打还是要等到这个远古龙buff消失 远古龙还有一分钟 一分半 至少现在其他两个线的兵线比较远 先轻线吧 直接把其他路破掉 所以这个远古龙如果只是破掉一路的话 暂时还可以接受 已经是最理想的一个解决了 对 因为这波可能此一个人就要被一波的 但现在不得不说的是 烈士已经越来越大了 现在奥文把装备都发了起来 然后再加上发调的这个装备 越来越吓人了 是的 沙皇缺一个帽子 阿兵其实他现在在側翼 也感受到潘兹的压力 他也不太敢戴了 现在这两个后拍也不太好先 所以把这个barrier 这个潘森 我觉得是给了苏宁很大的压力 他每次都把这个阿兵的猴子盯防得很紧 主要两边都有一个半途资源的一个技能 对吧 但是其实在刚刚的这几波里面 苏宁的胜的大刀都是做后手的防守用 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伤害已经是溢出了 这个尸体度魂络并不能救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而且你也下不来 对吧 刚刚那一波就很明显 先骗了一个猴子的技能 因为猴子并没有后面攀升的人的位置 其实我们上去是想看 那一波交大刀天空其实是有点着急了 但是阿兵没有那么多的判断资讯 嗯 就第一时间这个时候是不能死的 对吧 这个时候是合理的 现在远古龙buff也要看消失了 感觉还要等第三条 要等第三条的 现在如果没有这种大buff的加持 就是感觉DWG也不敢轻易的过来跟你说 这个视野看到了阿兵的位置 我阿兵的位置要赶紧回 我赶紧回家 回家 能回掉吗 大刀天空又下来了 好险离他这个阻止那么后面 这里被撞了起来 还有一个大招 这一键应该是 预判闪现位置吗 应该是没太大问题 可以好 还好 还可以是这样的闪现 这波后期 ZD还是能够等到他转回来的 毕竟现在DWG也没有更多的buff加持了 但这个二塔应该是时间要转 二塔可以不守了 先往回走吧 现在苏宁只剩下 最后一波团架的机会 沙皇在带 这一波回家应该是有帽子了 这里可能对方要趁劲追击 谁知道是有见证 有见证 现在见证看得很不错 EZ跟头子 守住线 这一波沙皇回家 还是没有帽子 没有 那对方可能也不攻了 还是要等下一波的远古龙跟大龙 DWG试探了一波 不过他们对于整个地图视野的掌控 确实做的是比较到位 阿兵这一场比赛是被全场盯防 是 又是一个英级长空 已经看到了猴子 提前落位到大龙坑的一个附近了 没错 这波感觉当晚是回了自己的一个 辅助鼓掩 上路跟中路 这时候回去可能都是最后一件神装了 双美克已经先行大道六神 但是沙皇下一波回家应该也是有了 因为他这个大棒已经穿了很久了 一千九 还缺一些 南枪这个装备有点吓人 一万五的一个经济无尽 但是Saufen这边的经济其实也没有拉太多 对吧 主要打到这种大后期 奥恩的装备加持效果要出来了 主要打到后期胜这个英雄 他打团的作用就一般 是的 而且他出了这种装备 是真的很喜欢的这种 辅助的 各处游走装 对吧 先给了 藏 这一波阿兵藏到了一个位置 想找 没有太多的机会 拿回地方的狠死 是的 现在DW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阿兵 让阿兵很难找到切入的时机 没错 虽然阿兵这把发育还不错 这边已经先开始动手了 打得太快了 沙皇这里没有时间回家 打得太快了 眼睛必须给进去 给进去了 看到了 寬风也赶紧过来 苏宁那正面的人 阿兵在拆眼 对方也提手了 很稳 DWG这里没有选择硬打 那其实给到沙皇一个回家把帽子 合出来的机会 这样沙皇的装备也到达顶峰了 咱家真的得换后排才能一样 沙皇把他打前排打白 把这个牛宝打死之后 可能团战已经输了 是的 所以必须要解决对方的后排 但是后排的话 DWG视野放的有比较到位 主要是对方奥恩跟潘森 有两个工具人一直盯着对方的后排 就是干脏活累活的 现在可以找八条了 我感觉找后死的是杀不掉的 春哥再加上八条能给予的一个手部 这边 没有翻起来 要直接被秒了 这边直接被秒了 这里全技能秒掉了高分 没有打野了 没有打野的话 这个龙肯定是要让了 而且奥恩的大招好像还在 没有用 没有用 闪现 闪现要踩一个一技能飘走 安德尔保了一个闪现 但现在正面这几个人能打吗 有机会吗 找了 没有能够抢下来 不过还好 大龙 这时候安德尔不能死 安德尔先推了一下 飘移 甚至还有闪现 跑不掉了 直接一发秒Q1024的一个暴击 这样的话 可能要被一波了 可能很危险 可能要被一波了 因为服务时间太久了 没有收场的阻力 是的 可能真的守不住了 这应该是守不住了 不过上路拖一下时间 在门牙处能不能够拖到至少 糟糕能够先活 糟糕活掉 看猴子吧 看猴子这一波 配合糟糕 配合熊熊 然后现在太远了 轻线啊 轻线轻不掉 又被怼了起来 牛宝 哇 直接把猴子砍保死了 但是这一波的羊 怎么说 没有抓到 猴子 抓了一下 但是自己的声音很近 你再挂出来 差一下没有秒掉 艾希 艾希里面还有一个火火架 男枪这个时候在狂A萌芽 手手这边也被赶走了 换过这边一个小银Q的W 说明以后这把比赛 打得太开锐了 真的是太开锐了 不管是R5CK下季赛的成功赛MVP 让我们恭喜DWG 拿下了决赛的第一场胜利 历时40多分钟啊 恭喜DWG 恭喜DWG这场比赛 打得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 很精彩很精彩 我觉得苏尼可能在连续的两波的小龙团战 跟远古龙团战